嗨,大家好,我是Jones 上一次CH等於270的高層符號 我們後來把它變小 因為當初在做的時候 是因為沒有任何的燈具 所以我們直接拿來用 我們現在有放燈具 這個地方太小 這個我們要變這麼小 這麼大會擋到我們燈具的配置 所以我們比例給它乘0.8 就是把這個做得跟它一樣 你可以直接按這個比例有沒有 比例 好,那比例的物件呢 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確定 來空間上指定一個基準點 比如說我們就指定這個點好了 點一下,然後比例秀打0.8 Enter 好,這樣就變0.8了 好,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忘記之前的比例那怎麼辦 那你就回到上一步好了 比如說你希望這個 這裡的寬度呢 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用比例參考 好,那我們可以按這個比例 按這個 scale 按這個 scale 好,把它選起來 因為後來我把這個稍微再變小一點 不然它這個地方撞到燈具的符號嘛 所以把它變小一點 所以我們待會就是直接用比例參考 讓這裡的大小呢把它改成這裡的大小 OK,所以你按比例指令 按這個 scale 然後你就把整個物件選起來 確定 好,那我們基準點 基準點比如說以這個點當基準 它固定不動 然後我們去按這個 R 就是 Reference 就是參考命令 確定 好,所以按 R 確認 然後它跟你講說參考的長度 對不對 我們去參考 這裡 左鍵 到這裡 左鍵 OK,然後問我們新長度 你用鎖點的方式打 P Point 所以打 P 確定 然後打 P Point 然後鎖兩點 通常我們去鎖定這兩點 就是新長度就以它為主 你看喔,我就鎖這裡左鍵 然後鎖到這個地方的左鍵 它就變得跟它一樣大了 OK,你可以這樣做 好 那剩下,剩下用複製就可以了 就用複製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它刪掉 我們這裡有幾個 270 這裡有一個 270 那這邊有個 270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把它刪掉 那你之前就不用改了 你之前這個天花配置圖的時候呢 就這麼大就以它為列印了 那我們現在有放燈具了 好,所以我按刪除命令 這兩百計刪掉 然後還有這個 好,記得按複製命令 把它改一下 選這裡,確定 好,你就鎖這個點了 然後把它拉到示範位置 比如這個地方一個 270 然後繼續複製到這裡 這個 270 OK,就像這樣 但是你的300 如果希望能夠跟它一樣大 那一樣啊 我們用比例 然後比例選它們 確定 好,以這個為基準點 點它 然後按這個R參考 reference 按R,確認 我們參考這個點 到這個點為 參考長度 好,再來新長度 它說新長度 你按P,Point 那我們去 以誰為新長度 當然是以這個點 左鍵 你自己看 到這個點為新長度 這裡 左鍵 它變得跟它一樣 OK,像這樣 你就做兩次了 所以我們就稍微給它排版 比如說這個300 跟這個300 就把它拿掉了 所以我們按刪除命令 去選它跟它 確認 按複製 其實這個東西 以後你不用一直做 你只要做一組 常用的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拿來用 好,那我點這裡 OK 然後這裡給它放一個300 然後這邊一樣 給它放一個300 OK 好,一樣這個270 270我們用它的好了 所以按複製命令 選它 把它搬到這裡來 好,給它放到適當位置 然後這個大的把它刪了 這個按刪除命令 把它刪掉 留下這個就可以了 OK,就像這樣 那那個結構量 如果說你要一致的話 做法都一樣 OK,都一樣了 好,就 好,剛剛把它做完好了 選這裡 比如說我以它為 以它為基準 比如說 那個比例呢 就以它為基準 像這樣 確定 好,然後 以它為基準點 按R參考 我們參考這個點到這個點 行長度一樣打P P 對,那我們去鎖哪兩點 它會說 這個 跟這個 這樣 因為它會變小了 OK 好,都一樣了 好 所以呢 我按複製命令去把 這個選起來 然後把它複製到 到這裡 OK 這個把它刪掉 好 選單底的鍵可以 好 那你 你這要跟他一樣大 OK 我們給它旋轉好 就不用再做 先把複製命令把這個 選起來 好 旋轉 轉 就是Do 然後這個就可以把它刪掉 你要刪除命令 把它刪掉 好,把它搬到適當位置 OK 好 这边还有一个270 一样把它删掉 然后按复制命令 这一段 好 我们看有没有漏掉 这边结构量OK的啦 就每一支结构量一定要给它标示 然后高层 添花的高层符号这边都有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好 接着我们就继续 我们上一次是不是把这个 这里的 砍灯 原型砍灯把它做完了吗 我们做的是哪一个 我看一下 我们做的是这个LED的原型砍灯 是这个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chedule 当初在做的时候的配置 我们当初画Schedule的时候是不是 是不是配着三颗 对不对 三颗 然后回到上市图 然后平行投影 OK 那我们 我们记得之前的做法就是 这边给它平均分布啦 所以我们待会要量这里的距离 然后再处于2 去做一条这个辅助线 就是这个辅助线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为了 要让这个前面一个灯呢 比较亮一点 所以我们后来 是不是从这里当辅助线 然后给它偏移80 从大门入口进来 这边80 然后接下来就100了 这里 我们下来就是再偏移100 再偏移100 当辅助线 所以就得到这三个点 然后配这个灯 那因此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这个都跟它一样 一开始是80 然后再100 再100 OK 好 那这个地方还是置中 也就是说这一段还是置中 这里的长度是置中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做出来 这应该蛮简单的 就把这个辅助线把它做完之后 然后用复制就可以了 不用想太复杂 当然 当然这种 到底灯要配几颗呢 你可以现场去 这个 评估啦 你如果 因为我们居家空间嘛 你可以查流明照度的 这个 亮度 OK 好 那我们试一下 这个 OK 好 首先呢 你先看一下这里的距离是多少 比如说标注命令 查询距离 用OK的方式 除了标注以外 也可以查距离 154 154 好 那你可以试着去 除以2 除以2 那个 很多做法 比如说你可以按这个工具 选择工具列 选择OK 然后去找那个快速计算 不是在这里 好 就是 这个工具列呢 工具列它这个地方是放一般指令 我们应该在选项版 所以你要下选项工具 选项版里面有快速计算器 就类似那个window的小算盘 所以就点在这里 好 那我们这个很简单 就是它154 对 所以154 去除以 这个2 等于 77 那就给它偏移77 一条辅助线 好 所以它就直接按这个绘制 然后选择 这个建构线 按它 那我们就直接按 水平的建构线 Holidental H 确认 对 它就直接这样 碰它往下追踪 给它打 77 确定 这样就一个了 OK 好 那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做完好了 我们再按这个 建构线 打VVertile 垂直建构线 按V 确认 好 你就给它锁到这里 那一开始是80 然后接下来就100 两次 所以它便宜复制 便宜复制 便宜复制打O也可以 距离打80 给它 80 确认 然后悬套往内 左键 好 再一次便宜复制 就给它打100 这里 确定 好 左键 再 选到物件在左键 那我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它配出来 那这边是一样 我们就直接给它按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距离 你要直接查 这个强线对强线的距离 因为那个结构两个在空中 像这样 像130 OK 好 那130 你就可以 这个 除以二就65 所以就直接按这个 建构线 然后打水平经过线 H OK 那我们就直接用便宜 比如说你从这里 碰它往下便宜 打65 确认 就像这样 这样就是它的一半对一半了 好 那我们上一次是用正列的方式 你这个地方复制正列都没关系 都看你的习惯了 比如说按复制命令 一开始先给它复制 所以把这个选起来按确定 好 锁这个点到 到这里 这是一个群组固件 没错 这个地方如果散开的话 你看现在这个单一的 我建议你把它变成群组 所以你按群组 然后左到右包含才算 把它打包起来 或者用图块 所以按复制命令 来把这个选起来按确定 把它复制到这里 有没有 这样就OK OK 好 那你可以把这个给它正列 不过因为它只有两个而已 所以复制是比较快 那你要用正列的话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方式一样 就是你下这个指令 那个 在这里 举行正列 你下这个指令就可以了 好 那我用复制好 比较快 按下复制命令 把它选起来 确定 好从这里 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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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就把这个解完 好 解完这辅助键把它删掉 它删除命令 把这两条先跟这个把它删掉 确定 这个灯具呢 就把它配上去了 就是我们那个Schedule 它不是也是这个样式吗 好 那再也就是剩下 我们剩下这个主卧室的这个卫浴 主卧室的卫浴 好 那一样的 我们当初是 它的做法 我们看一下这个 线架构 我们当初的做法是用平均的 所以比如说 像 像这一段 啊 我们就给它平均 一二三 所以你待会一样要算 要把这个墙之间的最大范围 把它算出来 然后去平均三段 OK 好 那内部的方式也可以用平均的 那我们这给它平均四段 好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看它怎么做 好 那我们找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式 我们直接给它计算比较快 按这个工具 选项板 快速计算器 Ctrl 加8 你就按它也可以 好 首先我们去按下这个标注命令 线性标注 强对强之间 212 那我们试一下 来 把它去掉 212 他去除以3 等于 那我们用整数好了 我们用70 用70 因为它这个灯的配置 找整数70 好 那 那你按这个辅助线 比如说按这个选择建构线 打H水平H OK 碰它往下70 确认 像这样 那你可以继续 比如说碰它往下70 因为它这两次 所以我们不用一天大晚便宜复制 好这样OK 好 再来我们再看 另外一侧 这边300 好那300你想一下 如果 我们给它便宜复制100 100 那只有4颗灯 就4颗灯 可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schedule 我们看 我们要总要6颗 所以你要给它做4段 好 这个蛮简单的 就是你这个关掉 然后你就是300 去除以 这个4段 所以每段75 每段75 那就便宜复制75 垂直线 好那这就把它删掉 我们按一下 便宜复制 按这个 按这个建构线 打V OK 就碰它过来 给它这个 75 确认 OK 那因为它这个有到 三条线 所以你按平移复制 会比较方便 点它打75 确定 好就 这个 左键 靠左 左键 左键 靠左 左键 OK 好就 这个 位置就出来了 把这先关掉 那很简单 按这个 复制命令 然后把它选起来 确定 然后把它选起来 好 锁这个 原心 然后锁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这应该 哦 这没有群组 好 一样把它群组好了 好 你就按一下 复制 这个如果你要正列的话 也可以啦 但是你要算出那个 它每一段距离 我们看这一段到这一段 它是 70 OK 好 那不要这里 然后这一段到这里 它是 75 所以就看啊 我们 直行横列嘛 一行 两行 三行 看到吗 然后一列 两列 OK 好 那行的距离应该是 负的啊 为什么 因为往这边是 负X 所以 所以 行距离是负75 然后 列的这个 列的偏移的 它它往下嘛 往下是负Y 所以等于是 这个负的70 但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灯 都放在这里 如果你的灯放在左下角 那就正的啦 没关系 那我们就照着做啦 比如说我现在放这里 对 那 75对70嘛 你就按下正列命令 按这个 矩行正列 如果你下这个矩行正列 按钮的话呢 那个 AR 确定之后 它的这个矩行正列 Retangle 电脑会帮你打 你就不用自己打 所以就点它 等一下你看哦 它这个下正列指令 对不对 那我就把这个选起来 确定 好 你看它 预设只是往右上角正列 那我们继续看 首先你就直接按上面这里 我们这里 这个指令的叙述呢 突然我们就照着做 比如说 我们就给它 直行嘛 所以三行 OK 好 然后列呢 横列就两列 2 好 那行 行的这个距离呢 突然我们这个行间距嘛 这个地方就给它打 负的75 有没有 它就往左 OK好 往左负X 然后列的间距这里 列2列 然后列的间距就往下 所以负的70 Enter 有没有 它就把它排上去了 好 那你就按一下 关闭 你现在是执行关联式 所以它这个会 全部变成一体的 没关系你给它关闭 你看 这样就一组 OK 那你如果不想 变关联式的话 你可以 给它解除关联 好 那我们就直接按这个 分解 按这个 按这个 分解 然后选这个 关联的 正列物件 按确定 它就变成单一的物件 再可以 东西很多 你可以练习正列命令 array 好 那我们按一下删除命令 去把 这个 跟这个给它删掉 确定 所以我们的灯 就是把这个 跟这个 还有这个把它配出来 你可以另一样看 好 那我们的大门入口 这个地方你可以 嗯 开始做那个 灯具的这个 开关的位置 因为我们现在是灯具 配置平面图吧 所以你先不用画插座 因为插座是这个 落电开关的部分 OK 那我们看一下图层 我们这有一个灯 这个 开关符号 开关符号 OK 好 待会就以它为 这个目前图层 然后这地方的1图层 好 不过那个 我们这地方先画一个 配电箱好了 配电箱的符号 它是 CNS符号 它是 这个 一个矩形 然后斜线 这地方给它实行填满 好 当这个符号 当然每个公司它的这个画法呢 可能大同小异 所以你可以 去参考 比如说你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去看一下前辈怎么做 你就跟着怎么做 好 那我先画一个 这个配电箱 配电箱你要现场去 去 丈量它的位置 那我现在就是先给它 画在这里 给它画在字中好了 这是一个举例 那我先把这个 符号给它搬走 放在这里 那把配电箱画在这里 那我们待会开关从大门入口 从这边开始好了 好 那开关的位置当然是依照 现况去丈量 好 所以我先按这个 矩形 我们再画一个符号 我们看一下这个符号 这也是 其实 这个配电箱的大小呢 它也依照现场去 量测 去量测 那我 我就给它做 我看一下这边 40好了 然后它的高度 高度做 这个 因为它印的时候 看得比较清楚嘛 所以15 好 40对15 好 按矩形 来指定一点 右上角拉伸 相对坐标 40 逗号 15 Enter 我们画一个这个符号 好 按一下线 它们锁这个 左下角到右上角 这样 好 这个地方给它填满 填满 好 所以我们按一下 这里 填充线命令 打bh也可以 填充线就是 就是剖面线的意思 那我们用solid 好 按就 点这里 这样 好 那这个符号 你如果 你要用深蓝色也可以 不过到时候你出图的时候 要改成 呃 我们出图要设定图笔设定嘛 所以出图这个地方 呃 我们要给它深灰色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 颜色的号码是多少 然后出图我们才有办法改 好 那我先暂时给它一个颜色好了 比如说 更多颜色 我选一个索引颜色啦 好 就以这个为主好了 按一下确定 有没有像这样 就是这个符号 然后到时候这个符号的颜色 166 我们给图笔设定的时候 把它改成深灰色 因为 出图列印的时候 它是黑白嘛 那你要有层次的话 要 纯黑色 然后还有这个浅灰色 跟深灰色 那就比较有层次 还有它的这个 整个 线出的设定啊 就重线跟轻线 我们要把它分清楚 同样按一下群组命令 把这个选起来确定 有没有 这就在那个 这个配定箱的符号 好 来按一下 移动命令 我们就暂时给它置中好了 因为这个现场要去葬梁 好 我先给它放这里 OK 好 大家先练习 你把这里跟这里 还有这里 还有这个符号 先把它做出来 OK 那之后我们再开始 从 灯具的开关呢 拉回路线 大家先试一下